说了一个笑话 我们家女儿高中毕业的时候 他们同学就问她 你将来读不读博士 她说那得要读博士 我说为什么呀 她说她也不知道 她说她的认知里面就是 好像到大学就是不要读博士的 因为她长大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家先生是在大学 当以前也在念博士 在澳大念博士 她假期的时候 爸爸就会带她去学校 然后作为学生师的人 也都是博士 然后她就觉得 然后我们周围的朋友 也很多博士 所以她就认为 这个是理所 当然我倒是觉得 我说女儿读博士不是必要的 但读大学是必要的 对也有意思 对她就觉得好像 可能真的是 现在博士是越来越多了 在我们当时读博士的时候 确实很少 而且当时的那些博士 可能特别是女博士 比较另类 好像就是 人家不是说笑话吧 男人女人女博士 那些很逆 哈哈哈哈 唐燕 方式 竞取 虹 女人女博士